我聽你在放屁 什麼加成英的手指很厲害 什麼隨便用摳的用挖的 就可以 其實女生就是要慢慢的揉 慢慢的摸 揉跟摸是可以示範的嗎 可以啊 好來 那音地其實很 你會摸的時候很明顯 它就一顆東西在那邊 對 那你其實就是用指腹 嘿 訂閱了嗎 小賴地位 對 有點危險 有危險 通常我是本頻道的性愛代表 Yeah 今天這樣來個性愛大師 要跟我PK 讓我歡迎許博士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小賴幫 因為許博士出了一本書 那你介紹一下 出了一本大人的性愛相談 7月9號會全台通路正式發行 這本書在講什麼 這本書其實在講不是只有性 就是性跟愛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性跟愛它沒有辦法分開 對 裡面不會只有單純的探討性這個東西 性跟愛是交纏在一起的 所以裡面的話題其實蠻廣的 除了兩性男女男男女女都有探討 哇 還有 除了兩性的合理的範圍之外 法律外的範圍我也有探討 很廣的一本書 感覺尺度超大 因為我覺得性這件事情就是 跟人生就是完全是密不可分 沒錯 你跟我講 對所以 那是你對於自己的註解 我本人啦 密不可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就好好學習 專業知識 對 好那我們今天要回答粉絲的問題 那我們第一題是什麼呢 第一題的話是台中的勇哥 他說 說女友沒潮吹是不是就是沒有高潮 每次的話都是有吃有患姿勢 然後每次都做半個小時 但女友卻都沒潮吹 他嘴上都說有高潮 但是之前看節目的時候 了解說 女生都裝出來的啦 所以他就很緊張 他想說女生高潮到底該怎麼判斷 另外也想要問什麼姿勢 女生比較容易會高潮呢 我覺得標誌是相對的 是不是 今天博士在我完全不敢先發言 對啊 因為大部分來說 因為我們諮詢其實有時候會 就會分開嘛 男女諮詢 那男生 我都先問男生說 欸你到底會不會摸啊 就清晰 男生說 當然會啊 然後我說那他有高潮嗎 怎麼可能沒有 那當我問他女朋友的時候 欸你有高潮嗎 沒有啊 可是你男朋友為什麼說你有 當然要裝啊 不然他怎麼會有下一次 沒有但是 那有所謂比較正確容易高潮的摸法 那他們兩個怎麼去諮詢 我不懂 因為他們當然有情感上的問題 喔是情感上 喔他們不是床地的問題 對對對 主要是情感上的問題 因為其實很多性的問題是來自於情感 對 對 就是開始抽絲剝繭 會發現有個癥結點 對 沒錯 那剛剛那個案例是女生覺得 就是男女他們兩個其實是很想要結婚的 可是他們兩個雙方都覺得 我們想要繼續 可是其實 又沒有那麼想要結婚 嗯 他們就想要知道 為什麼彼此會有這種掙扎 就有點半心理醫生的感覺 對 好 那剛剛回答那個問題 對 高潮 大部分女生是裝的 那他剛剛一說那男硬要逼他潮摧啊 對 因為其實不是每個女生都一定會潮摧 我覺得A片真的是害人蠻深的 因為A片是把所有會潮摧的聚集在同一個空間裡 對 對 對 但是 潮摧不等於高潮啊 不等於 對啊 真的 當你尿失禁的時候你也會吹 哦 對 那長潮摧的女生是不是比較容易有那個漏尿的風險 對 是不是真的 真的喔 因為他是故意去撞擊那個點 應該是說我們在高潮的時候 腹膠感神經會興奮 那腹膠感一興奮的時候 其實女生的三個口都會打開 尿道陰道肛門 嗯 那當我們在打開的時候 如果自己沒有那個控制的能力的話 他就是開了 嗯 因為外擴約機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嗯 那當沒有辦法控制的時候他就會開了 所以會潮摧的女生就是那個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那在舊醫學的定義就是失禁 哦 他只是失禁而已 對就是失禁 那通常是大條比較會讓他失禁嗎 還是其實跟大小沒有關係 沒有耶 沒有關係 其實他只要有腹膠感興奮 甚至他如果 應該說女生在憋尿的時候 嗯 他去做愛也很容易這樣 對 那我知道叫你女朋友開始憋尿 對 因為我很多男生朋友會叫女生做錢喝很多水 對 有這種人 真的 他追求那個噴泉的畫面是不是 對 就是因為女生自己好像是知道說 喔我喝多一點水好像比較容易會潮摧 就是真的 因為你知道說女生在憋尿的情況之下 比較容易高潮 就是真的 哦 欸 之前沒博士來年都覺得我是黃苗瑞 哈哈哈 其實終於有可能可以肯定我 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像A片有一個A片女優 我忘記是誰了 她被訪問的時候還有講說 她在拍片前 導演都會叫她喝很多水 哦 因為這樣她才會噴水 哦 哦 那想要讓男友覺得你有被潮摧 你就直接濕淨就好啦 對 先用一家輪這樣 可是憋尿 憋奏 憋奏不會不舒服嗎 對啊會被影響吧 會啊會有撞擊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沒有尿失禁的人 你有想潮摧 可以就是憋尿 因為其實像正常人如果憋到不能憋 你大笑其實會有漏尿 哦 那個時候就會 好辛苦啊 對好辛苦 對啊太累了吧 真的要這樣子 但是男生看到會很滿足是不是 哦 那就可能只能先這樣 可是你不覺得很難清理嗎 對啊 整個床都壞掉了 重點是有些男生還不認為那是尿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沒味道 對 因為水喝太多 每次說喝太多 應該說因為新鮮的尿 尿素本來就沒味道 哦 就常喝水就是尿本來味道 因為尿 對它會一直出來 那新鮮的尿素本來就沒味道 那我們會有ammonia 是因為儲存在膀胱一段時間 尿出來 所以它會有味道 那這邊還是跟大家講 男生也會吵吹 男生哪有 男生會嗎 會 所以男生吃盡嗎 不是射 不是 我剛才這樣 我不會講太點 真的嗎 因為男生吵吹就是在於 如果他射完之後 然後 休息一下下 然後趕快開始狂 幫他打手槍 是有可能會吵吹的 你就會尿 可是射了以後不就 沒有 可是那個不能那麼久 就是射完 有些男生射完是會印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趕快玩 就是讓他很敏感 他就會尿出來 不是同意嗎 對 也是會這樣 對 但這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你個人大數據裡面 就是到底幾%的女生 才有曾經就真正的高潮過 就研究不是我個人的 大概百分之三十以下女生 是不是很少 好少喔 而且妳在一整段 可能交往的期間都沒有 對 或是整個人生當中 對真的 有的人一輩子 他根本不懂什麼叫高潮 而且我覺得30%還算高估欸 我覺得算高估 真正高潮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這樣講的女生高潮很神聖 因為你知道 我有點不太想講這個 因為我很怕講了之後 就會變得 好像每個男生 高潮才是這樣子 才是可以達到 對 那你們自己爽就好啦 因為我覺得女生高潮其實蠻明顯的 那有什麼 增狀或者是有什麼 A片都是演抽搐 差不多 就是會僵直 對因為A片都是演就是 就是女優會這樣 這樣啊 對 你抽這樣 就是他們一直抽 好像抽筋的感覺 對 對 但是因為抽筋這件事情 是可以演出來的啊 對 可以嗎 為什麼不行你覺得 對 你們每個都奧斯坦一樣 你演一下 就是抽筋就是這樣 不然就是 對啊 抽筋也可以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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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們全球所謂 大女生都這樣交作業的嗎 你說有演到抽筋這怕嗎 當然要演啊 不然他怎麼會放過 我懷疑你們 但他為什麼要放過 不是是因為如果 因為太久女生會累 對 而且再來就是 如果他讓你沒有高 他心情會不好 對 所以我們就一定得交出這個作業 他才會結束 你們那個演的timing是什麼時候 對啊 大概你就時間上 你累的時候是不是 不會過時間到 覺得差不多可以結束的時候 可以就差不多 所以男生通常是會看到你們 感覺好像高潮了才會射出來 對 甚至有的女生會用言語上說 高潮了高潮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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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會射 好 但他只是累了是不是 對 那你們真正想要享受的時間 是多長啊 其實沒有應該說女生的高潮是 其實是需要時間累積 但是女生高潮其實有分陰地跟陰道 還有乳頭跟情緒上面的 那其實光 其實應該說就陰道高潮 本來就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前戲做得好 他就比較容易高潮 因為偏偏很多男生 就直接進去 直接 他以為摸兩下就會濕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平常這樣演 等一下那男生女生的高潮 男生就是會很累 男生高潮就很明顯 對啊 那女生也是會結束完很累 會 可是你們可以再度開始 對女生可以 再度開始什麼 應該說女生可以高潮很多次 男生不寫應該沒有辦法 男生可能沒辦法一夜七次 好像是假的 假的 可能會射出水最後 或是血 乾涉 那要乾涉 血喔 射到後來會有 就是沒東西射 我曾經有射過血 哇你也是很猛 不是不是 這個我有講過 這個需要幫你剪掉嗎 這我有講過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是因為 因為大學時期 大家都是就是很 二十幾歲的時候 對就剛剛接觸 這個打手槍的部分 哇這個感覺太好了吧 然後就一直就是 無聊就狂大 然後打到有一天 突然射出血 我嚇到 我想說我是得 得什麼病了嗎 我沒有算 就是很密集 一連串 我就覺得我是不是生病 我是很害怕 然後後來我就上網去查 然後就看醫生說 喔這個很正常 就單純是 太多次 然後就是休息 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再打就 就好了 喔 那休息人那瞬間我會下風 因為他也不痛 對 但只是有血絲 他說是裡面的一個 什麼管 然後 因為我們 經濟人王 差不多經濟人王 應該說我們的經濟用不完 但是單次的高碗 儲存量大概就一天 你最多兩次到三次 就沒東西射了 對 所以你要在第四次 其實第三次就一定是你第一次的量的一半以下 嗯 你第四次就沒有空氣了 嗯 那我很怕就是看我們節目的直男 從今天開始回去就是這樣 懷疑懷疑 難過 然後開始逼問女友 然後我廣大的女性觀眾就會激受被 不要再演藝處 沒有就會 我真的有 就可能要講新的戲嘛 對 沒有這奉勸男生 女生說高潮你就信他高潮 你就放過他 你就放過 你就相信就好了 應該說我要講的是 對女生來說 心裡的感受 剩於身體上面的高潮 就有時候沒有也沒有 就也沒關係 因為很多女生也不知道真正高潮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她覺得開心就好了 對 那我要發問一下 就加藤瑩這位非常知名的 你說那個手指頭 對 那她是真的可以達到嗎 我其實沒有看過她手指到底多厲害 可是我都一直聽說就是 男性網友就說 我聽你在放屁 什麼加藤瑩的手指頭很厲害 什麼隨便用摳的用挖的就可以 可是不可能 不可能用摳用挖的就可以 其實女生就是要慢慢的揉 慢慢的摸 揉跟摸是可以示範的嗎 因為我 好來 示範一下 可是我沒有看過 你要被摸是不是 我沒有看過加藤瑩 沒有 但我好奇 因為很多女生是 不喜歡用手在那邊口跟挖的 不是因為亂挖挖 那怎麼樣才是正確的嗎 那加藤瑩是怎麼用 我沒有看過加藤瑩 他有教學影片 他是說有個特殊的角度去在上面 是往上的 是往上的 對 那我想我覺得外面的比較重要 好 那我們來先教外面的好了 而且重點前提是你要先剪指甲 假設 我們用正面好了 正面可能 應該是這樣 他是用他這個 這個很真實 對 好 鋪桃 對 對 那這個是陰地 然後這邊是陰道 對 陰道 這尿道這樣 陰地 那陰地其實很 你會摸的時候很明顯 他就一顆東西在那邊 對 那你其實就是用指腹 輕輕的 其實兩隻也可以 就輕輕的這樣摸 不要這樣搓 太多男生都這樣搓 然後搓兩下都覺得好像你要濕了 我差不多了吧 然後就進去了 每一個A片都是演很大力啊 不行 或是這樣搓兩下 真的 很多男生真的會 沒有怕 有 就是會拍打你的 會啊 拍打根本沒有辦法 真的不行 那是很爛的A片 對 真的不行 而且如果你覺得你一開始沒有辦法 你甚至可以塗一些潤滑油 就是要很輕 因為你很輕其實你可以摸到 輕的程度多輕 表姐感受一下好了 大概就這樣吧 真的是完全不失靈 這麼輕喔 對很輕 但是這樣就好了 就是他擦乳霜的感覺 眼霜的感覺是不是 眼霜 其實你就可以感覺到那一顆 那慢慢的你在揉的時候 如果他有興奮 你會很明顯他會越來越硬 越來越大顆 就跟奶顆一樣 跟奶顆一樣 那越來越大顆的時候 其實你在觀察他的表情 女生的表情 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有沒有興奮了 那我好問你如果他今天現在 觀眾他的男朋友就是這個路線 他要怎麼樣跟他講說 要這樣 才不會上他的心 其實女生可以直接說 你可以輕一點 我覺得可以直接這樣說 還是把我們這影片傳給他 沒有 我覺得女生是需要教導男生 怎麼去摸的 因為男生就是只靠A片學 A片的動蠻很誇張 真的不能搓 因為這樣搓 那我好興 因為A片有一陣子很愛演 就是這邊是陰底 他就愛搓中間這裡 這樣你們是舒服的嗎 其實中間也是有地方可以搓 他們就是毀了很大力 但是不是這樣毀 要也是這樣 直式的是不是 要也是這樣 直式喔 因為A片都這樣 左右這樣 不會撕裂了還是什麼的 不知道欸 不會撕裂了 但是如果這家高潮也不是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也是這樣 順道 那這個有一個手勢會ASOP嗎 前面中間那個畫圈 然後下面往直去 這邊就可以久一點 對 這邊可以久一點 其實音地是最容易高潮的 那久一點大概時間 可以給我們一個指示嗎 就是你觀察你的女伴 就要看她 她的表情變好 所以通常這邊高潮再插入 你們會比較 比較容易更高潮 真的假的 但是因為這邊是 這邊會先高潮 我覺得這邊是很少男生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沒有人會教啊 沒有很少男生知道 他們都以為 他們都以為摸兩下 好像你先試了就可以進去 不是 對 而且其實進去之後 感受不大 對 沒錯 因為進去之後 就是嘉誠一說的那個地方 其實是很難被 很難被吃 它是一個很難到達的地方 你說用插的也沒辦法 很難 很難 真的很難 那個不是跟雞雞大小的關係 而是他們很難 它就是跟契合度有關 對 沒錯 是真的 因為那個點的位置 所以她譬如說 就是譬如說她的那個老二 她剛好可能要這個角度 對 剛好要這個角度 所以這這個是非常之 男中之男 對 而且她一直撞那個地方才有用 嗯 對 所以說我實在其實太長 她超過那個地方了 沒有用 她就是果生莫戰 純透 真的 真的 對 我真的懂你們廣大女生的時候 我知道 因為大家都會有這個迷思 因為很多男生一直追求長 我不知道他們要長去哪 一直長 對 因為長就是男生自己會比較長 對 但因為很多男生都會覺得說 哦 越大你們越愛 沒有 可是女生也很愛大條啊 我們的確是愛大的 應該說 粗的跟細的當然粗的比較好 粗短跟細長 可是你過粗不舒服 就像嬰兒的頭一樣 就是小廟龍不老大菩薩 對 你要讓它粗短跟細長你們選一個 當然粗短啊 粗短啊 細長是怎樣是吉拿棒 細長是怎樣 細長 細長很像用鉛筆 很多男生都不懂女生的痛 我就說你用 你不要剪指甲的時候 你就用指甲去戳你的鼻孔 你就知道那個痛了 可是說不斷 就是只有洞口會很痛 因為女生其實陰道有感覺只有前三分之一而已 你在場裡面其實我們沒有什麼感覺 而且裡面其實是比較空的 有收縮力的是前面 那假如它邊插邊摸外面就很OK 對可是那個我覺得要適用於比較有經驗的人 因為很多人邊插邊摸就軟掉了 因為它太專心在摸了 我沒有意思沒有用 欸那如果邊插邊舔奶頭是OK的吧 可以啊 可以這個可以 對OK 那還有就是台中新聞講說高個子的女生陰道比較長 對 是真的 有的確 可是也不會多長 不會長太多 像外國人會比較長 但也不會長太多 那等於說 難怪 難怪黑人女生還可以黑人多黑人女生 沒有難怪它的前面三分之一 所以高的女生的三分之一就比較後悶一點點 沒有就是譬如說這個是陰道嘛 那一般我們大概東方就7到9公分 但是外國人就比較高 大概也大概12公分 假設12公分好了 它前面三分之一也只有4公分啊 所以你只要勃起有9公分 7公分就很夠用了 真的假的 你看你們之前討論那個要多長 可能沒有用啊 我這個是英寸啊 我這是英寸 英寸 它不是公分 對 英寸是 不是形式就好 對 假設算是公分好了 假設是這樣 那女生 女生如果是這樣 7到9公分 那其實前面有感覺就這樣子 所以它只要插進來這邊就夠了 對 只要這樣就夠了 你根本不用插到底這樣啊 不用到底 只要在這邊摩擦其實女生就有感覺 那就算再高的女生大概也就是這樣子 喔 只要過這一段 對 那基本上亞洲男生平均就10公分 你整隻進去就是西方女生的高潮點 其實很夠用的 對亞洲女生來說也是夠用的了 對 很多人都很想要頂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要那麼追求 沒有 因為他們 我跟講男生頂裡面就會有一種成就感 說 啊我到底 對 其實這邊是沒有感覺 對 這邊是空 對這邊是沒有感覺 因為他們就覺得撞到一個 那男生會有感覺啊 男生是有一個成就感 對 所以我都會跟他說你去撞那個 你去撞牆壁 那男生呢 男生該怎麼取悅 取悅男生你說口交部分 不一定就是 對啊都各種 女生真的很不愛口交 因為剛剛女生這邊就太難達到這邊了嘛 那男生呢 男生應該很簡單吧 男生很簡單啊 嗯 男生其實 如果是摩擦的話 其實男生他們其實 有些男生會在做愛過程當中 他沒有辦法獲得高潮 是因為他 有什麼差耶 有